早安 今天是2019年的3月14號 是白色情人節喔 一大早呢我決定要先吃一下早餐 然後就來跳一下繩 剛好現在太陽照不出來嗎 現在太陽慢慢出來了 然後今天要去幫爸爸買包包 是紅豆的口味耶 結果跳一分鐘就爆累了 我現在騎車到中油百貨 應該會先吃一點東西 然後要回家之前才會去幫爸爸買包包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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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科技大學的設計是已經在校內展了耶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保护她的梦 说这个世界 对她这样的不同 她渐渐忘了我 但是她并不晓得 遍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偷她的回忆 塞进我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自由 只想背着她的梦 一步步向前走 她给的永远 无中 刚刚在图书馆的时候啊 就是我有一个 最早之前就是在那个 人力银行 那个投履历的公司 然后她已经看过我的履历 但是她一直都没有回复 然后我就想说 算了 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结果她刚刚就打电话给我 跟我约明天下午两点要去公司面试 她说她打人力银行的电话 我之前的那个号码已经变成空号了 所以她就又打了我履历上面打的电话号码才找到我 好紧张哦 要去面试了耶 帮她把开箱这个包包 巧遇我的主持启蒙 因为我今天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耶 可是我今天去那个台中科技大学啊 然后我本来只是想要找一个地方 就是用电脑 然后就看到 他们这一届的那个设计系 多媒体设计科已经在校内展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展览 然后就顺便介绍了我的壁字在做什么 这样 然后她就帮我的那个壁字粉专按赞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走到那个运动场的时候 看到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在练排球什么的 然后就还差点打到我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很娇羞的方式夺求 还好是没有被打到啦 但是看到他们两个那个男生就很不好意思这样子 觉得很青春 然后后来我在图书馆就做那个 作品集什么的 然后就那个一间公司就打电话 给我说要面试 然后要回家之前遇到以前高中的学长 就是很奇妙耶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子 我今天只是早上想说一定要跳绳 跳昨天没有跳到的 然后出门帮爸爸买包包 就这样子而已 结果没想到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希望明天的面试可以顺利 好 那就先这样子咯 晚安 晚安 晚安